听过山西素是假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因为诚信很重要 对 诚信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的 以义自立 以义之立 以义自立 以义自立都可以 义是人义 义是包括道德 信念各方面都有 来 石老师 我谈态度决定一切 必须低调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在他崛起的时期 那叫封建时期 市农工商 市当官的 第一 最高 农民种地的四只 工 手工业者 第三等人 商 最莫等 我认为他们必须 在那个险恶的环境里活下去 就是他再有钱 他也不能很张扬 他比较内敛他的个性 就不像我们现在 好多商人 现在在赶上好时候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那个制度下 靠着一种非常坚韧和内敛的态度 获得成功的一个特殊的群落 晋商身上的这种低调内敛 诚信 这样的东西 依然是我们 这种商人最宝贵的品 关于晋商的赚钱法则到底是什么 白银帝国中饰演票号老东家的张铁林 在接受名人堂采访时也认为 诚信是晋商成功的关键 我们还知道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西方洋人 一个年轻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 这个在外国的账户上多了一笔钱 一查呢 是山西汇来的 这是什么钱 是他的这个外国人的爷爷 是山西的老辈的人欠他爷爷的钱 这个山西的老辈死了以后呢 说我们欠人的钱 我这代没还儿子还儿子没还孙子还 等到孙子有钱的时候孙子还 还的是那个被借款的人的孙子 所以大伙谁都不知道了 这个诚信理念是一代一代相传的 而这个诚信理念在今天很难 我们今天的制度都相对完善 比那个年代要完善的多 都不能做到这点 老佛爷西夏的时候 到了平遥这边 给张纸你拿着走 老佛爷不相信你给我张纸 你不给我银子 我路上怎么花费啊 我挑费我得拿什么用啊 你拿着这张纸你到陕西去 见着这张纸就是钱 这不就是支票吗 雷老师补充一下 这个对于现代的晋商 雷老师有特别不同的印象 拍这个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叫郭台铭 台湾首富 大家知道 一个台湾 他是台湾的一个富商 但他本人是山西人 这个郭台铭先生呢 对山西的这种家乡的情节 的确是让人非常的钦佩 好像每年要捐 上千万 嗯 嗯